《广论385页》 108页倒数第四行 好,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原文 第二中,有看到吧?第二中 第二中有座义相者 言已得座义 所具自他所能明了 相撞者 为由获得如是座义 则得少分色地设心 身心清安 心一静性四者 有力能修 初静向道 或地向道 静置烦恼 内等也时 身心清安 急急升起 贪欲等五概 多不现行 初等也时 亦有少分 身心清安 那我们解释这一段的话 第二课当中呢 具有座义的象征 提到呢 获得座义所具有的令字他 能了知的象征和象状 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获得如此的座义 就会获得下品的色界地所含舍的心 具会获得下品的色界地所含舍的心 以及身清安与心清安 还有异心专注四者 讲会剧足以具有 讲会剧足呢 以具有粗静形象 或具有地式形象的道 静化烦恼的能力 向内等也时呢 会迅疾升起身心的清安 贪欲等五种概账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再现行 上位模拟大师的著作中呢 在这里边有 有加一个说 献起一切情绪事件 融入自身的体验 这种体验呢 看起来是 很不可思议的 那么 接着就是初等隐的时候呢 仍然会具有少许的身心清安 接着呢 我们就谈到说 贪欲等五概 这里边有提到贪欲五概对吧 哪五概 贪欲概 称灰概 昏眠概 吊毁概 疑概 怀疑的疑 请问五概存在于 三界里的哪一个界 还是你们认为三界都有五概 五概只存在于 欲语界 不存在于色界 或呢 无色界 那么 概账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账必净律等质 这叫概账 那么五概当中呢 贪欲概 称慧概 都是单独一种烦恼 就成为钙 但是 昏沉与睡眠二者 二者呢 它之所以合起来 算为一种钙 是因为这两者的食物 就是它的来源 这两者的食物对质 还有作用 这三者是相同的 那分析一下说 这两者的食物是什么呢 就什么行为会导致 这两个概呢 比如说 心性不定啊 还有不乐 就是不欢喜 哈欠 然后饮食过量 吃太多了 内心退弱 就是 比较不积极 对吧 所以心性不定 可能情绪起伏 太大是不是 出在不稳定的状态 格西拉就解释 这个心性不定呢 就是内心平时 出在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情绪 很波动 是吧 然后呢 那个不乐就是不喜 就是不喜 然后 像饮食过量 这个问题呢 就是 可能就说 为什么会过量呢 自己就考虑一下 因为它会导致两种概物 有的人就是 不高兴了 就喜欢 用吃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 还有的人就说 可能是受什么打击了 或者怎么样了 也选择就吃 就吃多 所以呢 真的会导致一种结果 心性不定 不乐 哈欠 饮食过量 内心脆弱 这五个 能滋养 注意 能够滋养 昏沉与睡眠 所以呢 它就是 昏沉和睡眠的 什么呀 食物 就是昏沉睡眠的食物 那么其中的 心性不定 我刚才说了 就是内心平时 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那我问大家 昏沉与睡眠 二者的对质 是什么 能不能想出 光明想 光明想 是昏沉与睡眠 二者的对质 那么令心脆弱 是昏沉与睡眠 二者的作用 就是 长处在 昏沉与睡眠的状态 心力就不猛 所以呢 它就 令心脆弱 那么由于 昏沉与睡眠 二者的 这个食物 还有对质 对质光明 对吧 它的作用呢 就心性脆弱 这个三者都是一样的 所以 就把昏沉与睡眠 合在一块了 成为一种 钙 就他们都是 一伙的 那么 调局后悔 二者之所以 也何为 何为算为一种 钙呢 也是因为 他们的什么呀 食物啊 对质啊 作用啊 三者 是相同的 比如说 思虑亲友啊 就是 想亲人啊 然后思虑国土啊 像很远的时候 就会 想家乡啊 想 然后思虑 不死 就是 不想接受死亡 然后还有 回忆过去的种种 嬉笑啊 欢愉 还有 乘奉等等 这样的事情 这四个呢 能够滋养 调局 与后悔 所以呢 是 调局后悔 二者的 食物 那请问 调局后悔 两者的 对质是什么 居然是 奢魔他 奢魔他是 调局 调局后悔 二者的 对质 那么 调局后悔的 这个作用 是什么呢 他就 令心不激进 再来看看 想那些事情 思虑亲人 思虑国土啊 思虑这些 过去的 种种的 高兴的事情 就 心里不激进 所以呢 由于 调局 与后悔 二者的 食物 对质 作用 三者相同的 所以又把 调局 后悔 两个 合为一个 改 那么 有 作为一只 像 这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指 升起了 奢魔他之后 会呈现出来的 像状 呈现出来 像状 能做什么 就是透过 这些像状 你就能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自己啊 或者别人啊 到底 有没有获得 真实的奢魔他呀 就可以判断了 就像看到了 比如说 山腰上的 有烟 你就可以推测说 当地有火 那山腰上的人家 他们在 煮饭 所以说呢 这是一种 可以能够 做出判断的 像状 那么 圣文帝说 获得了 圣魔他等同 得到下品的 色界地 所含设的 什么呀 心 身心情暗 一心专注 死者 那个身心情暗 然后一心专注 家界死者 借此能够 修学什么 粗境向道 暂时调伏 现行烦恼 暂时调伏 现行烦恼 是什么意思 烦恼不现行吗 对不对 调伏了 或者呢 修持四地十六形象 连根 断除一些烦恼 然后如果 蒋心 向内收射 就能迅速地 升起 身心情暗 贪欲明显地 减弱 睡眠时间少 然后如果 出定会怎么样呢 身心依然能够保持 舒适的 情暗状态 比如很轻盈啊 很自在 那一定是我们很多人 所向往的一个 生命的状态 没想到 透过修生活它 就可以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值得 向往 值得期待 值得实践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书 如事 亦如声文地云 有看到吧 如事亦如声文地云 得此作意初修业者 有事相状 为 以得色界少分定心 以得少分身心清安 心意尽兴 有力 有能 善修 尽获所缘 加行 其心相续 滋润而转 为舍墨它 知所 舍户 又是声文地对吧 这也如声文地中所说的 说 只有初 初修业 作意的 那个 象征 如下 就列举 说由此获得了 下品的色界之心 获得了下品的 深情爱 心情爱 于一心专注 然后 具有条件的 并且 有能力 修行什么呀 静过所缘 然后内心相续 转为柔软 被舍墨它 所 舍户 就被守护一样 然后这里边的滋润呢 是玄奘大使 根据梵文义的滋润 这里边的藏文直义呢 就是调柔 调柔 好 那接着 看书 又云 云内正柱而坐 投注心时 身心轻安 积极升起 不及为诸身 粗重性之所 逼脑 不及竖起 诸该 现行 那么这段 又是在讲什么 声文帝说 又说了 说 当向内 正确地安住 而端坐 内心 投注的时候 讲会 迅速地形成 身 心轻安 不会呢 被种种 身粗重 极度地损害 盖障呢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不会先行 看一看 得到 声摸它之后 我们的身心的状况 应该有心的人 都想要这样生活吧 都想要这样 度诸昼夜吧 所以呢 我们常常期待一种 生命的理想 有的时候呢 把这种理想的重担呢 都 要求别人 比如说 你怎么做 我就会 幸福 你怎么做 我就会 身心安乐 实际上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用自信的能力 用种种条件 然后听法之后 去修学舍摸它 生命就达到了 这种高度 就是 种种身粗重的 极度的损害 都已经远离了 然后这种种种概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不会先行 甚至初定之后 还有亲安相随 幸福吧 很喜乐 是修舍摸它 得到的 透过 我有力地 训练我们这颗心 可以达到了 生命的高度 希望我们 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